本台最新消息 防具拍案节目YouTube订阅数 在11月4号达到100万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调章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世界各地的王菊探案观众 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 共同出席王菊探案粉丝 到团里百万亲的频道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各行各业 有网信办 国安局 也有共青团 中南海 所在主席台上出席今天会议的有 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对王菊探案取得的巨大成就 表达了隆重的作恶 胡锡进给我回报 王菊探案的粉丝数达到了100万 我很高兴 在这里 我要给王芝安一个祝贺 这世界上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 勤奋的努力 就好比我 当年我下乡的时候 200斤的麻袋 被在身上 支里山路我都不换件 希望王芝安 解教街道 努力工作 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在这里 给王芝安 替一个小小的 要求 王芝派案的订阅数 在未来三年大到一千万 现在提请表决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 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 没有 有案 没有 通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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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